台湾黄金男双林洋沛在台北公开赛止步16强之后 赛后王麒麟是非常的自责 沉淀两天过后他也发文说 谢谢林洋这六年来的包容 并且也期待年终赛再度合体 走到背景的水泄不通 大家拿起手机举到最高 就是想在夹缝中拍到林洋沛 林洋王麒麟台北宇宙公开赛止步16强 台湾最后一舞画下据点 7号下午出席签名会依旧带着满满笑容面对粉丝 不过王麒麟沉淀两天在社群发文吐露心声 表示有些遗憾 但谢谢李洋这六年来的包容 经历了许多起伏 两人始终没有放弃 并期待年终赛再度合体 而同样受到关注的组合还有他们 李嘉欣奋力一跳把球打回对手场上顺利得分 但就在双脚落地时一次重心不稳 导致左脚扭到 瞬间表情痛苦倒在地上 按住左脚踝无法起身 发生这个意外就大家其实都蛮难过的 受伤的状况下那就是尽量去cover他 那就是让他以不动的方式 我们看能不能尽量去完赛 然后再争取到胜利 可惜就是真的是差一点点 奥运组合叶红卫李嘉欣一路过关斩将 挺进四强 但在首局开打后不久 李嘉欣就扭伤脚踝 尽管两人人与泰国组合一路拉距 但最终还是以19比21让出首局 李嘉欣也在伤势持续疼痛的状况下决定退赛 没有选择继续下去 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身体着想 大家都可以了解 身体重要 其实之后看他状况就再去做后续的安排 还有南丹四强赛将由周天成 交手七佑人林俊逸对决李嘉豪 这也是赛史首度由四名台湾选手包办南丹四强 也确定本届南丹冠军将留在台湾 接着刘据许秋名台北报导